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早是天就为活成残 是江是路就为船又还 这些男儿荡为人间 是方是远是长是短 是苦是天 何欲遇尽断 是笔是墨都为爱破绽 是情是歌都为情破绽 这些男儿不留长谈 是真是家是曲是指 是黑是白 自由偶后人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月啊日月 香风转 上河上湖 黄西转 又随时打开风云间 天地就几下阿滴英雄传 天彩春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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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彩 Ultra 崇幻 娘亲 你想让我怎么做 娘亲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要娘亲为你搬到什么地方去 你才会专心读书 娘亲我是在专心读书 这次是为你第二次迁移 如果再一次 就好像古代的孟母三千了 但是看来 我再为你搬三十次 你也不会专心专意读书的 娘亲 我真的是专心专意读书 不过我从小到大 不相信神鬼之说 才会想查个水落石头 再说 如果我不查清楚 可能山腰之说会越传越盛 到时候跌的临场 就找不到人做工了 三个孩儿之中 你的性子最为固执 最为反叛 但是我的性子也相当固执 我一定要你安下心来 情绪复考 纵然不能考取功名 我也要知道你曾经努力过 嗯 我知道了 早点休息 您也早点休息 究竟是什么人 真想再会她一遍 大哥 你醒了 来我扶你 幸好你的伤口不是很深 血已经止住了 小妹 又让你受惊了 大哥 昨天晚上 你又到原家的临场 去偷木材了 你怎么知道 大哥第一次去偷木材 小妹就知道了 你说谁有这么大的天生神力 可以搬走牧场的巨大木材 另外又有大哥同样的脚掌 又有同样残缺不存的脚趾 还有大哥怎么突然间 找到这么多上乘的木材呢 小妹真聪明 大哥干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我一直没有说出来 只因为我知道 这都是为了我 而且 大家都相信是山腰在作怪 我估计 大哥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这次上大哥的 应该是原家 从东莞回来的二少爷 袁重焕 他武功高强 又不相信神鬼之说 我相信 以后再也不能去偷木材了 不能偷就算了 再苦的日子 我们都熬过来了 以后可以去找一些别的活盖 慢慢的再攒些银两 然后回家乡 好 大哥你休息 我去帮你买一些金创药 小妹 小心点 知道 来 给你 谢谢老板 好 abundant 哎 卖兼颜 哎 卖兼颜 哎 天 siitä ��게啊 宝剑 看一拍宝剑 你看一拍宝剑 帮兼誌 看一下 honorable 来 我抵立 哎 我抵动 我抵动 你抵动 我抵动 我的 content 你看 长得挺漂亮的 挺水灵的 我们跟上去 走 好 什么事 柴大哥 小姑娘 我犯了什么事 柴大哥 你没有犯事 不用害怕 我们只是想带女 对 我们就好好聊聊 两位柴大哥 我们 你们放过小女子了 请你回去跟我们聊一聊 看看我们怎么样才放过你 让我们好好商量商量 放过我吧 两位柴大哥 求求你们放过我了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两位柴大哥 放下我 放下 放下我 你们想干什么 大哥 你们想干什么 又是那个卖柴火的 你妹妹犯了事 我们要把她拉回去 我没有犯事 你们这是调戏名女 你 你血口坏贼 大胆叫明 竟敢侮辱朝廷命官 不许过我妹妹 来了她 不要 不要 你快 我发了吗 两位陈大人 小明如果得罪了大人 就请大人 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小人两兄妹 你快放手 有什么事也在好处 大人答应了小明 小明才会放手 我叫你放手啊 两位大人 你们不要再打了 大人你放过他们吗 放过他们吗 放下 放了他们 我们就没有放下场 小明你先走 快走 第一位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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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光天花日子 怎么回事 太不想话了 今天的事就这么算了 咱们走 是 小明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 痛吗 没事 过一阵就好了 你怎么惹上他们的 你说那两个锦衣位 对 刚才我去买金创药 遇上了一场咒雨 脸上的卢灰被雨水冲掉了 刚好 那这两个锦衣位 看见了 都是大哥连累了你 你要不是给我买金创药 就不会惹上他们 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现在惹上了锦衣位 我们会很麻烦 此地不能久留 你是说要离开这个地方 小明 你不想走 大哥你去哪里 我就跟着你去哪里 现在的世道 哪里都是一样 我一处安身之地 可能因我前世做你太深 才会生于这个 奸邪充斥的世道 身为明朝百姓 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 明神宗年号万历 是明朝诸地中在位最久的 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 因他做皇帝的时间实在太久 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大 神宗天生贪婪 对金钱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 皇帝贪财 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加税 而神宗除了以各种名牧征收税款之外 更加发明了一种矿税 而在皇帝执行的便是太监 太监之下便是锦衣卫 各地方官员 在而下制的哪一些地方的流氓恶贵 这批人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 只要矿税使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 就要该地区的所有人交税 而皇帝所征得的税款 却并不收入国库 而是收入其私人的库房 称为内库 岂有此理 一个卖财货的竟敢三番五次的找我的麻烦 我咽不下进口气 哼 那卖财的力气那么大 要对付他 看来并不容易 单凭两位大人的力量来对付他 也许不容易 但要以朝廷的力量来对付他 他就是有霸王黄的气概神力 能力拔山河 到那时 也只不过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 大人有何妙计啊 两位大人真的看上那位小女子了 反正这几天该玩的都玩过了 就想放放口味 那下官知道该怎么做 那大人有何妙计 赶紧说来听听啊 二位大人身为锦衣卫 想必是为朝廷办事的吧 那是当然 如果朝廷下了御址 要在各地广招民女的话 二位大人该怎么做呢 给 小美 我去买些吃的回来 你在家待着 小美 我还是带你先离开这吧 大哥 你不用担心 我想这两个锦衣卫 要是再回来缴事 要是再激起名分 他也会惹一身麻烦的 何况我还要去收拾一下衣物 大哥 你快去快回啊 嗯 好 我马上回来 啊 二哥 你不多休息一会儿 这么快出来走动 伤口会恶化的 我那只是轻伤 如果整天睡在床上 反而不好 嗯 二哥 你总是诸多借口 二哥 你天生好动 让你躺得实在难受啊 是我这三弟你啊 三弟知道我素来喜欢游山玩水 到处走走 从你们在家里读书好吗 只要你能游山玩水之后呢 记着回来读书就行了 啊 你总是喜欢在我兴头上 说些大傻风景话 哎 对了 二哥肯定通目才的是人 不是山腰 我肯定 山他键上的血 是人血 嗯 如果 山腰修炼得高的话 你可以化化为人血啊 山腰的血 也能变成人血的 山腰想象力如此丰富 一定是看西游记 聊斋 妖魔鬼怪的书太多了 不过呢 谈戏着他的背影 如果抓到他 就可以证明给你看 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妖魔鬼怪 嗯 我知道二哥 没那么容易死心的 切而不折 就是你二哥的性格 嗯 是啊 二哥 你把这种意义 放在东西上就好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 走啊 我听说附近有座紫霞山 山上有座洛志平 看日落时最漂亮了 现在 看日落不是现在 还是明早啊 走吧 买两个包子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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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哎呀 走吧 来呀 二哥 干什么 山腰 这位兄弟起留步 哎 金流步 我不认识你 我们似乘相识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公子 我走了 二哥 干什么 我不会认错 站住 这个公子又有什么事 我们应该在林场见过面 还是在深夜时分 我没去过林场 更不会深夜去 真的 你这是被我刺伤的 哎呀 哎呀 你赶紧我 我看你 放了我 我不想伤害你 你以为可以伤到我吗 差点把你给忘了 还没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大哥 你们 你们 去哪 怎么样 还想去哪 他就是山腰 是啊 来人 你们过来 把他的鞋子脱掉 好恶心 古怪的脚印 就是这样造成的 岂有此理 原来是你偷我们的木材 搅得我们家人人心惶惶 老爷 夫人 各位少爷 我知道错了 舍莫本不想做偷偷摸摸的事 只因家境贫寒 才会铁儿走险 请各位大人 大人大量 发发善心 放过舍莫吧 舍莫一定会铭记在心的 有机会 必会感恩图报 现在这年头啊 哪家过日子容易啊 都像你这样的话 岂不是盗贼横行 国家打乱呢 没错 做贼的都有借口 我们做正当生意的 不是给官府欺负 就是给贼偷 和他说那么多干嘛 拉去见官 不要啊 少爷 不要啊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 发发审心好不好 千万不要拉我去见官 舍莫 还有个妹妹要照顾 只要你们放过舍莫 舍莫一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 当奴做婆好不好 求求你们了 我有个妹妹要照顾 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了 少爷 不如放他走吧 多谢夫人 多谢夫人 这个不行 过于心软 只会让他不务正业 偷鸡魔狗 岳公子 求求你 你大仁大义 放过舍莫 舍莫一定会感恩图报的 一定会的 爹 大哥 现在已经很晚了 不如把他关进柴房 明天再说吧 爹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把他拉去见官 看来 重换的话 不是没道理的 现在天色已经晚了 这么小的事 惊动大老爷 大老爷会生气的 不如明天再把他送去吧 夫人说的有道理 现在那些官府老爷 你要叫他来收税 他再晚都来 你叫他为民办点事 他老不情愿了 我看 今天晚上 就把他关到柴火房里 等明天早上再说 知道了 爹 好吧 你们说怎样就怎样 求求你们 现在就把我放了吧 我妹妹还等着我呢 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怎么发漏你还不知道呢 还想现在走 老实点 两位大人 求求你们 放过小女子吧 放过你 放过我吧 可以可以 求求我放你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求求你们了 不要这么可怜 那我就放过你 两位大人 不要 不要 两位大人 你们就放过我吧 妙儿 这回 好 小妙儿 你跑不出我的手 不要 不要 请 来 来 小心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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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狗 嗯 你慢慢享用吧 啊 谢谢兄弟了啊 哎 哈哈 啊 嗯 小妞儿啊 咱们俩好好会会 啊 哎 哎 咱们俩 是啊 别摔着 别摔着 放开我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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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肚子一定饿了 吃饭吧 是不是 吃了饭就放我走 好 我吃 你真的有个小妹 真的 是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欺骗你 我从小和妹妹 相依为命 别送我去官府了 管了我 我妹妹就没人照顾了 袁公子 你大人有大量 就放过我吧 求求你了 袁公子 求求你 我两次跟你交手 你处处留守 证明你不是大见大恶之人 袁公子 我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养活我妹妹 我从没想过伤害任何人 袁公子 你放过我吧 我求你了 袁公子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我求求你 好了好了 不要磕了 你看 流血了 袁公子 你放了我吧 我求你了 放了我吧 放了我吧 小梅 走了 扶走 当他发生什么事了 我小梅怎么不见了 刚才呀 两个锦衣卫带了官差来呀 说要招你妹妹进宫啊 不单是你妹妹呀 这里十八岁的姑娘 全部都给拉走了 说要慢慢血 你 你 ratos 你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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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不说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兄弟 有机会你也试一试 我一定要试一试 是 滋味不一样 你真是厌福不切 那还是你大人呢 大哥请坐 来来来 坐 一番云雨之后 我还真有点饿了 真是饿了 大人 精力过人 佩服 佩服 大人 抓来的那些小女子 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带进宫圈 除了刚才那个 其他的都不看入墓 这只不是大人的 请囊妙计而已 掩人耳目罢了 既然目的达到了 我看就放了他们算了 是 吃菜 来来来 吃菜 来 小妹 小妹 大哥 小妹 小妹不能陪你回家乡了 小妹 也不能给你做饭烧饭 小妹再也不能帮大哥洗衣服 开门 开门 开门呀 开门 开门 开门呀 开门 开门 大哥 小妹 小妹 我能陪你做以后的梦 大人 抓回来的那个姑娘的大哥在外面大吵呢 大门 说要带她妹回去 这个卖柴的真讨厌 大人出去 打把她走 是 大人 等等 大人有什么吩咐 那个卖柴的力气大得很 多叫几个人去 把她轰走 如果轰不走她 就把她给干掉 是 大人 来 是 是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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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什么事 刚刚抓回来的姑娘在房子里上吊了 这搞出人命来了 出人命了 谎什么 人命如草芥 有什么了不起 没错 难得我们看上她 是她的福分 她竟然要死 大人 外面的卖柴汉 怎么都打发不走 说她要带她妹走 这事闹大了 真是麻烦 这事是你想出来的 你把她给办妥了 大人 依我看 还是出去跟卖柴的说一声 说她妹妹上京去了 把她骗住 扎死她也没用 找我看 这事就算了吧 快找人把她草草的埋掉 是 大人 去吧 等一会 我话还没说完呢 不要给人家看到 是 大人 去吧 是 快去吧 希望这事 可别闹大呀 好 咱们喝酒去 请 在这儿干什么 起来 电大人说 你妹妹已经送上机了 滚开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除非你把我妹妹带来 不然我不走 那所以你变了 还我妹妹 还我妹妹 救救你们 还我妹妹 救救你 救救你们 你真是胡作非为啊 抓信射的是你 放她的也是你 我真不明白你想干什么 大哥 我见她不是大奸大恶的人 而且身世又可怜 所以就放了她了 现在这世道 值得可怜同情的人 实在太多了 你帮得了谁呀 我能帮一个就是一个吗 你 算了 算了 放多已经放了 希望崇坏 没有放错人 是啊 我都觉得那个人 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 要不是被逼到绝落 他也不会做出这种犯法的事的 就当做一次善事 放成一条生物吧 我放他一条生物 那些官府有没有放过我一条生物啊 你这样做啊 会纵容那些偷鸡摸狗的贼子 哎呀 我说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说来说去了好不好 我想啊 他也不会再来偷我们原家的牧场的木材了 怎么说给他一个机会 这也是件好事嘛 如果他再来偷我们的木材的话 再抓他去官府也不迟啊 真拿你们没办法 我干活去了 那我也回房里去算账去了啊 冲焕 你也回去温奇吧 哦 哎 对了 小莲去买点心 怎么还不回来啊 哎 是啊 说起小莲 他一大早去买点心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 哼 你们还说小莲去了哪 那 还不都是跟你们学的 一出门 就像放飞的鸟一样 无影无踪 夫人 夫人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晚才回来 夫人 我见到 我见到 见到你的意义中人 还是真谜天子啊 不是 是昨天晚上那个山腰 这么巧碰到他 哎呀 不是我碰到他 是我见到他 哎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见到他 跪在官府的门外 脸轻鼻肿的 听人家说呀 他妹妹 给季仪卫抓走了 真的 是啊 就是昨天晚上的事 那个姓舍的山腰 求官府放回他的妹妹 但是官府的人说 他妹妹已经送到京城 做宫女去了 那个姓舍的山腰 不相信 从昨天晚上 跪到今天早晨 还有人说 官府的人打他 他都不走 拿他没有办法呀 他昨晚说的 没有骗我 这个大明江山 迟早官兵凝返呢 冲换 你又想多管监事啊 没有 娘亲 我们是平民百姓 名不宜官征 总之牵上到官府的事 我们还是不理为妙 这我就放心了 快去读诗书吧 二哥要真能读诗书就好了 当然是读诗书了 我现在就去 哎呀 他说官府啊不放回他妹妹 你就常跪不起啊 是啊 听说呀 打他也不走啊 就在这儿跪下 真可憐啊 来 喝点水吧 谢谢 谢谢 您是贵的义吧 谢谢 您是贵的义吧 您是贵的义吧 我们还是贵的义吧 苦凡是功名在梦中 是从不走不永江 终魂依旧走了梦 是从不走不永江 终魂依旧数了梦 终魂依旧首不永江